大家好 我现在长春长影博物馆旧址的大门口 走 我们进去看一下 已经走到大门口了 真的是好有年代感 长影电影院 这个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标志性的这个什么 那个造型 真的是从小我们就看到过 八岁的时候就看到过了 三十年前童年的回忆 太经典了这个画面 哎呀 今天这个雨下了一上午 现在终于停了 先看一下外面的雕塑 然后再到里面去参观 这个是董存瑞炸碉堡 太经典了 我们小的时候看的电影 所有的电影基本上全部都是长春电影制片厂 那个字幕特别的醒目 然后这边是大门口 我们走进去参观一下 好经典 然后长春这边 还有很多的关于这个电影的这个元素 太多了 我们今天先来看这个长影电影院 这个是旧址博物馆 已经进来了 首先闻到的就是非常香的 苞米花的味道 走我们进去慢慢参观啊 看一下这个走廊 左右两边都是红砖 它这个里面好像还在营业 就是可以在这买票看电影 然后我们先参观一下 然后再到外面去看那个旧址的博物馆 哦那厉害了 它这里面居然还能这个 还能再放电影 居然要买门票 已经买好了90块钱 这边才是真正的博物馆的大门口 上面写着长影旧址博物馆 我们先看一下门口 然后就准备进去参观了 这边还有毛主席的雕像 很多的旅游大巴车 走我们再看一下正面啊 然后就进去了 这个里面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 进去看一看的 已经进来了 这个里面非常的光线很暗啊 走继续往里面边走边看 从1939年开始 看一下这个小房间里面 放的都是老的那个电影的那个胶片 那个盘子 我们小时候看到那个电影 就是这样放映的 特别的经典 看一下这个大门口 小的时候那种老电影院的感觉 走继续往里面边走边看啊 这里面有很多童年的回忆 因为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 基本上全部都是长春电影制片场 这个讲的也是那种老电影院的大门口 放映厅 这个是白毛女1950年的老电影 我都是听说过都没有看过啊 继续往前走 找到我看到过的电影 这里面还有很多呢 看一下 非常经典的盒子枪 1955年的电影了 想要看到我 我是差不多30年前就看到过 长春电影制片场的电影了 我来找一找 可以这么说吧 这是几代人 中国人的记忆 都能在这里找得到 从1939年到现在 都有很多的长春电影 这片场的电影 几代人的回忆 这边是五朵金花 这个电影 我小的时候可能看过 只不过记得不清楚了 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再看一下这边啊 刘三姐那不用说了 家喻户晓 没有不知道的 继续往里面走 甲午风鸣 这个老电影也是看过的 冰山上的来客 也都是听说过 也有可能看过 只不过都太遥远了 继续往里面边走边看啊 因为我是战争之类的电影 看的比较多 英雄而履看过 看一下这个展厅 很多经典的老照片 这是放胶片电影的小箱子 看来这位游客 知道的挺多呀 继续往这边看 这边很多的演员 都比较熟悉了 因为这个都是彩色的了 应该都是 八十年代的 像这些老演员 那都比较熟悉了 继续往这边看 这些都是非常熟悉的演员 这边展示的是开国大地 非常好的电影 非常熟悉的老演员 继续往前边走边看 这是黄渤 这是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 导火线 导火线过后 就再也没有这么好看的动作片了 太经典了 也是耽搁人生当中 最精彩的一部动作片 看了无数遍 看一下这个展厅 布置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继续往前边走边看 这个里面好像还在放电影 我们过来 简单的熟悉看一下 老照片 哇 这里感觉像梦幻一样 这个里面设计的还是挺好的 现在已经来到了三楼 看一下 特别是这个雕塑 最经典的就是 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标志性雕塑 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的老照片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展馆布置的也是 好多的玻璃啊 挺有意思的 看一下这么小的 这个16毫米的电影放映机 产递着美国20世纪 20年代 这个可以说是特别的小 看一下这个展览馆的老物件啊 那个是 那个年代有那样的收音机 听音乐 那可不得了啊 然后朋友们认不认识这个是啥 这个叫首风琴 特别经典 小的时候我还见过呢 继续往里面走啊 这里面有好多的老物件 看一下咱们国家生产的这个放电影的机器 这个真的是大得不得了啊 看一下这面墙有很多的道具枪 望远镜 还有这种冲锋枪 太经典了 继续往里面参观 光这个一楼的展厅就大得不得了 现在我又到了一楼 室内馆已经参观结束 这个门口还有两个 这个是最老的卡车了 这边还有一个老式的尖鸡鸡 已经出来了 再看一下另外一个大门口 这个才是真正最经典的大门口 长春电影制片场 这几个字真的是印象极为深刻啊 来长春必看的一个地方 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场 长影博物馆旧址 这个地方是必须要来的 好了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